紧紧牵着女儿的手 将军的霸气化为父亲的柔情 他是惹出阿帕契泄灭争议 陆航忠孝老乃臣的父亲 老泽康 陆关35年班官拜少将 曾任职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 老泽康以治军严谨闻名 想不到同样投身军旅的儿子 娄子捅得这么大 他父亲当然对这个事情很沮丧 就是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是蛮严肃的啦 那私底下为人 那就不是像外表那样 看着就是那种 他死骨不发很顽固的 不是这样子 他父亲也蛮风趣的 父亲少将退伍 老家家教本就严格 老乃臣还有个也很优秀的姐姐 老子康签的就是女儿老乃慧 五官清秀气质出众 纽约大学毕业之后 反台任职补教界 英文教学 朋友名气 当初圆山饭店结婚 气派习开 八十五桌 老乃臣出身优渥 还娶了古市名人荣安秋的女儿 婚后住进新一区顶级豪宅 人生胜利主却没加分 养成老乃臣骄傲个性 爆出严重违继争议 重伤老家将门风范 记者王云君参议方 台北采访报道